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文学习频道 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在描述食物的口感时会用到的一些中文的表达方式 然后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吃到一些东西 然后想表达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子时能够找到对应的中文词汇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呢 第一个要说的是酸 酸 什么时候会说酸呢 比如说我们吃到柠檬的时候 我们这样吃就觉得好酸呀 就口水都流出来了 好酸 酸 吃到柠檬或者是吃到其他的比较酸的东西的时候 就觉得好酸 酸 酸 我们可以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了一口柠檬 我们就说啊 好酸 或者是太酸了 怎么这么酸 酸 酸 它是这样翻译的 酸 酸 柠檬 柠檬好酸 这个柠檬太酸了 这个柠檬太酸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表示酸 说到这个味觉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想到柠檬 好酸 太酸了 那我们的第二个非常常用的另外一种表示味道的词 是甜 甜 甜 比如说我们吃到小蛋糕 吃到吃到有糖的东西 白砂糖等等之类的 含糖的东西 就可以说好甜 好甜 如果是过于的甜了 那就是太甜了 比如说我吃了一块 我吃了一块小蛋糕 然后我说哇 好甜啊 如果是太甜了 那就是哦 这个蛋糕太甜了 甜 回顾一下我们刚刚的第一个是 酸 酸 柠檬 酸 第二个是 甜 小蛋糕 甜 好甜 好甜 太甜了 那我们等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是 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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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它 比如说在我们喝药的时候 我们吃药 吃到的一些带有苦的味道的食物的时候 就会说到苦 比如说我喝了一碗中药 我喝进去我就说 哦 好苦 太酷了 不好喝 好苦 苦 这是我们的第三种 那我们的第四种呢 是辣 辣 吃什么 会觉得辣呢 吃辣椒 吃火锅 吃烧烤 会觉得辣 等等 一系列让你觉得你的舌头 你的嘴巴好像着火了 火辣辣的 你的脸都被辣红了 辣得流汗 流汗了 这种就是辣的味道 好辣 辣 太辣了 比如说你去吃火锅 里面放了太多的辣椒 然后就说 哇 好辣 好辣 这个就是辣 好辣 需要喝水 好辣 当你听到别人发出这个声音 就是辣 好辣 这个呢 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四种表示不同的味觉的标达方式 我们先复习一下这四个 再说一下别的表示味觉或者是口感的标达方式 第一个大家还记得吗 当我们吃到柠檬的时候 会觉得口水都分泌出来了 我们说什么呢 吃到柠檬 我们说 酸 好酸 太酸了 好酸 大家跟我一起念 是酸 能记住吗 这是酸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表达方式 当你吃到甜的东西 吃到小蛋糕 我们吃到其他有糖的东西 是一种比较甜的口味 就可以说甜 好甜 太甜了 甜 这是我们的第二种 那我们的第三种 第三种 当你喝了一碗药 吃了一颗药 吃进去觉得 哦 好苦 太苦了 就觉得 好苦 苦 这是我们的第三种 这是我们的第三种 表达方式 苦 那我们的第四种 大家还记得吗 当你吃了火锅 吃了辣椒 吃了其他的 让你觉得 好辣 好辣 这个时候 我们用到的就是 辣 好辣 太辣了 辣 这四种是最基本的 表示口感的方式 酸 甜 苦 辣 那除了这些 在中文里面 还有没有其他表示 口感和味觉的方式呢 当然是有的 比如说 当你吃到一些 炸物 比如说像 薯条 像炸鸡 薯片 的时候 我们发出 咔嚓咔嚓咔嚓 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脆 好脆 酥脆 脆 但你听到 那个声音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脆 酥脆 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说 你吃到像 面包 像 汤圆 一些 软软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它 好软 柔软 酥软 好软 除了这两个呢 我们还有一个 比较 笼统的说法 就是表示你觉得某个东西 闻起来 很好吃 闻起来很不错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香 好香 太香了 比如说 妈妈端来了一盘菜 然后你闻到了 你的鼻子 鼻子 闻到了味道 你就说 哇 好香啊 好香 那如果说是 你闻到了一些 让你觉得 不太喜欢的味道 不好闻的味道 比如说 垃圾的味道 还有一些 吃起来香 但是闻着臭 比如说 臭豆腐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说 好臭啊 就是 嗯 不好闻 就是臭 太臭了 好臭 好臭 那这是另外几个 表示自己的感官 味觉 味道的一些词汇 总的来说呢 就是常用的四个 酸 酸 甜 苦 辣 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 表示 脆 还有表示 软 软 酥软 还有表示 香 香 表示 嗯 表示 臭 臭 这些呢 这些呢 就是今天的 要介绍给大家的 关于 味觉 关于 感官 在食品中 用到的一些 词汇 下一次 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遇到 对应的 场景的时候呢 就可以试着 用这些中文表达一下 比如说 去吃汉堡的时候 就可以说 哇 这个汉堡 好香啊 这样 好香啊 吃薯条的时候呢 就可以说 这个薯条 这个薯片 好脆呀 好脆 或者是 吃药的时候 可以说 这个药 好苦啊 好苦 还有 在 垃圾房 经过 它的时候呢 可以说 好臭啊 垃圾 好臭 大家要把它 经常运用起来 才能够 更好的理解 和记住它 那这个呢 这些 就是我们今天 要说 要说的 所有的 关于 味觉 味道 看官的表达方式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啦 拜拜